id.imglogo 这个东西还有这几个 指的并不是原来的 这个 attribute main 而是指的是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你的名称如果取的跟我不一样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这个名称 我一定叫做什么 imglogo TestName TestEnglishName 这个名称你要取的跟我一样 如果你取的跟我不一样 像刚刚有同学是取不一样的名称 结果呢他去找 奇怪就是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view的部分 这个view的名称呢 一定要取的跟那个什么 取的跟那个mylayout 因为我们实际上 这一行有没有看到 他实际上窄的是r.layout.mylayout 是指的是窄的是 我们后来新增的那一个 所以将来 其实这个用途还蛮大的 以后如果说你们要在哪个地方 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theyout上去的话 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类似我之前也有看过 跟各位讲那个alern dialog 实际上你要在上面画一个什么view上去 也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方式 来做 很多地方就是说他本来不能放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先建一个view 然后再把那个view画出来之后 放在某个元件里面 是ok的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还蛮特别 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但说真的啦 真的蛮容易做错的 但只要你观念 有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达到某一种预期效果 这个效果至少会感觉比较炫 否则的话 如果你distribute里面没有图 感觉其实真的就 感觉就有点low 最好是有 有一个图有一个文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天就FindMiver ID 去找到的是画面上面的这三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什么 去做连结 之后呢 实体化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针对它放图 放文字 放两个文字 对不对 那文字 这个图的部分来自于我们这个 就是 汇到里面那个 它一定也是一个Resource ID 也是一个整数 那这个也是一个BOSS是中文的 那English Name是英文的 所以一定是 对应到的正列所以一定是0 1 2 3 所以一定是对应的嘛 你不会跳着 而且都是 一样的笔数 你不要说一个是 一个是5笔 一个是4笔 那怎么对呢 所以都是一样的 一个图对一个中文名称 对一个英文名称 那就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画面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去 Return回去的话 就会是这个Conver View 那另外我刚刚特别强调说 这个是你点击的位置 所以Return回去的话 这个一定要Return回去 一样的位置嘛 比如说你点了0 它Return回去就0 点了1 Return回去就1 如果你这一个没有的话 它Return回去有办 它点下去 它不知道说你到底点哪一笔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Return回去给它 第二个是这个的名称 这个名称 现在是BOSS 一定是什么 一个字串 哦